大家平安 我觉得这个学期还蛮漫长的 我自己觉得时间过了很久 而且我自己有发现 在这个学期的课堂当中 我已经讲了一个又一个 跟我女儿有关的故事 基本上自从我有女儿以后 我发现能够用来研究圣经的时间 大大的减少 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体会 但是我同时也发现 跟小孩子之间的互动 其实常常会激发我对上帝的认识 也激发我对圣经话语的认识 所以今天就请大家原谅我的初老症状 让我再讲最后一个 不是 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 跟我女儿有关的故事 那是在寒假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上个学期我一教完最后一堂课 我就跳上飞机飞到多伦多 去找我太太还有我女儿 那寒假的多伦多是冰天雪地 有一天我就跟我女儿在客厅里面玩 那基本上玩什么 当然是由她来决定的 由她来规定要怎么玩 那个规则是什么 当然她可以随时要改规则照她的意思 那那一天呢 我女儿她拿了彩色笔 还有四张纸给我 每一张纸她都先帮我对折 然后我女儿要我画画 就是四张纸都对折 所以总共要画八张画 她说每一张画都要画一个故事 所以总共会画出八个故事 然后她自己也去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 她也拿了彩色笔 都是比较有水的彩色笔 然后还有四张纸 也都对折 她也要画八张画 所以最后总共应该会有 总共会有十六张图 十六个不一样的故事 画完以后呢 我女儿就过来看我负责画的这八张图 她看了以后非常满意 当然因为我是很认真在画的 我花了至少有两三年的时间 才终于学会跟小孩子玩 一定要全力以赴 一定要转换到现代语言的模式 不可以再思想着古代的语言 因为基本上跟小孩子玩敷衍的话 我花了两三年才学会 这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 她一定会说还要继续 还要继续 那OK 她看了以后很满意 因为我非常认真的画 我在画每一张图的时候 我都有认真的构思一个故事 虽然我没有特别 把这八个故事说出来 我也没有特别把这八个故事连贯起来 我每画一张 我都是想到什么情节 我就画 我就画了八个不一样的故事 然后呢 我女儿就把我那四张对折过的纸 跟她的四张对折过的纸交错 叠起来 然后把它折起来 变成一本可以翻页的书 总共十六页 每一页的下一页都是 另外一个作者 这一页是我画的 下一页就是她画的 因为一开始就是交错叠起来的 这一页我画 下一页就是她画 最神奇的还在后面 我女儿拿了这本总共十六页的翻页书 她就说好 那爸爸乖 你坐下来 来听我讲故事 她就这样从第一页开始 一页一页的对我讲故事 她对我讲了一个完整的 有头有尾 有剧情的十六页的一个故事 那我觉得小孩子真的是非常有创造力 这让我看见人 真的是由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 创造力的源头是上帝 上帝创造了无数个精彩的故事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每一个生命的旅程 都是一段独特的生命的故事 然后这些无数个 上帝所创造的独特的故事 又都会在耶稣基督里 汇聚成一个完整的 最伟大的故事 从创造到旧熟到新的创造 今天的经文 前往伊玛伍斯的这段旅程 这一直是圣经里面 最吸引我的一段故事 没有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段关于解经的故事 耶稣在前往伊玛伍斯的旅程当中 他亲自的解释了圣经 他解释圣经当中 许许多多的故事 是怎么样应验在他的身上 我蒙昭研究圣经 我喜欢读关于解经的故事 那事实上 在我从16岁信主以来 我就一直非常喜欢 非常羡慕这个故事 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 那个火热的心 希望现在还有 我急着想要明白 所有关于上帝的事 我急着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明白所有认识所有跟耶稣有关的事 所有圣经里面的故事 那我特别羡慕的就是这段经文里的格流巴 还有他的同伴 他们可以在这个前往伊玛乌斯的旅程当中 让耶稣亲自来教导他们 怎么解释圣经 以至于他们被神的话改变了 第31节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里的原文说 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 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 本来眼睛好像是闭上的 但是现在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 他们的眼睛怎么被打开的 他们的眼睛被打开是因为32节 32节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格流巴他们本来眼睛迷糊 本来不明白圣经 圣经对他们来说好像是隐藏的 好像是关起来的 好像是看不见的 但是这里的经文说 耶稣在这个旅程当中 为他们把圣经打开 以至于后来他们的眼睛也被打开 以至于当耶稣在为他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他们就心里火热 以至于他们现在起身要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那个让他们心灰意冷的地方 他们的心跟整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完全不一样 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故事的一开头 在第十三节 门徒中有两个人正离开耶路撒冷 走路前往伊玛伍斯 各位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他们不该在这个时候离开耶路撒冷 前往伊玛伍斯 这不是上帝所安排的旅程 整卷路加福音一路延伸到使徒行传 这是一个关于旅程的故事 这是上帝亲自安排 亲自引导的旅程 路加福音 在路加福音里 耶稣一路从犹太全地走向耶路撒冷 路加福音是耶稣的旅程 他从犹太全地走向耶路撒冷 他一路向耶路撒冷去 早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就说 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然后后来在使徒行传 再下一本书 方向是相反的 使徒们领受了圣灵之后 他们就反过来 一路从耶路撒冷走向犹太全地 然后走向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而在这里 在这个中间点 前面是路加福音的旅程 后面是使徒行传旅程 今天在这里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这是在两段旅程的中间点 这里是耶稣终于走完了 他从犹太地走向耶路撒冷的旅程 最终他已经死在耶路撒冷 这个前半段的旅程 就像耶稣他之前已经说过的 他说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 丧命是不能的 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 是为了要死在耶路撒冷 是为了要完成十字架的救赎 那这位格留巴还有他的同伴 他们两个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离开耶路撒冷 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的能力 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脸上是带着愁容 他们是悠悠愁愁 心灰意冷的离开的 他们不明白发生在他们当中的事情 而他们所不明白的 就是耶稣旅程的目的 在中间这段旅程 他们会开启这段伊马伍斯的旅程 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 前面路加福音这一段 耶稣的旅程的目的 耶稣是为了要死在耶路撒冷 他们这样对耶稣说 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 他居然已经死在十字架上 他居然已经死在耶路撒冷 这几天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 差不多已经让他们失去盼望 也是因为这样 耶稣才会在这个路上过来 向他们解释圣经 耶稣才会过来为他们打开圣经 解释圣经 打开神话语的奥秘 这不断是在中间这一段 伊马伍斯的旅程当中 所发生的事情 这也是在前面 在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当中 他不断在做的事情 解释圣经 打开神话语的奥秘 这还是在下一段 在后面那一段 在使徒行传 在使徒们从耶路撒冷 走向地级的旅程当中 他们继续在做的事情 解释圣经 打开神话语的奥秘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 耶稣自己说 他前往耶路撒冷的这个旅程 这是一趟先知的旅程 耶稣在这一路上的工作 的确就像先知 他就像先知一样负责传讲神的话 然后耶稣也像过去许许多多的先知一样 他也透过解经来传讲神的话 先知传统在历史中慢慢的演进 渐渐的越来越重视解经 越来越重视要解释过去的摩西的书 过去的已经比较早成为权威的先知的书 为什么 因为神的话是不会突然返回的 神的话在历史历代 不会突然返回 神的话在历史历代 在今天在这里 仍然在说话 所以解释神的话 就渐渐的也成为一种方式 成为用来传递神的话语 在新的时代带来新的信息 这样的方式 解释神的话 打开神话语的奥秘 这渐渐成为先知侍奉的一部分 在一马五四的路上 我们更清楚地看到 二十七节 耶稣就是透过解释摩西的书 解释先知的书 他就是透过这个 重建了两个门徒的信心 他解释了摩西的书 还有先知的书 而在这之后 他更是把解释这个工作 托付给门徒 解释 打开神话语的奥秘 这是耶稣对门徒的托付当中 最关键的第一步 在四十五节 从四十五节一开始 当耶稣教导 门徒们明白圣经之后 耶稣说 第一照经上所写的 第二基督要受害 第三基督要复活 第四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 这些都是照经上所写的 如今你们明白了圣经 明白了这些 所以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你们就是这些 经上所写的事情的见证 然后呢 后面就完完全全 照耶稣所吩咐的 在使徒行传 使徒们的讲论 就是一再的重复这个模式 第一照着经上所写的 第二基督要受害 第三基督已经复活 第四你们要悔改 这样你们的罪就必得赦免 使徒们的确是在做 这些事的见证 使徒们的确在做 这些经上所说的事情的见证 使徒们惯用的讲道模式 就来自这里 来自耶稣在路加24章的教导 而启动这个模式的第一步 就是解经 就是打开神话语的奥秘 这是耶稣对门徒的吩咐 这也是门徒在使徒行传的 宣教之旅当中 坚持的使命 在世经学的课堂上 有同学问我 他们问说 今天的神学院 是不是有脸像 旧约时代的先知学校 我希望是 我希望的确是有脸像 至少在这个部分 至少在看重神的话语的 这个部分 特别是当我相信 看重神的话语 就写在华神的DNA的里面 看重神的话语 解经 打开神话语的奥秘 我想这是华神最正统的传统 在华神当老师 每年都要给来报考的同学 口试 在这个口试的一开始 大家应该还记得 大家都会先给一个 五分钟的解经讲道 虽然不一定是解经讲道 但是几乎每一位同学 在口试的时候 都会试着要做解经讲道 然后这个解经讲道 常常会跟这个考生的呼召 有直接的关联 这个解经讲道 常常会直接呈现出 这一位考生的呼召 呈现出他的负担 呈现出他服侍上帝的方式 这个解经讲道也常常 直接呈现出他过往的 跟上帝之间 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故事 也许上帝曾经拯救他 从一些非常困难的光景中走出来 也许他经历过上帝的医治 经历过人际关系的更新 复合 也许上帝让他第一次看见 自己的价值 还有生命的意义 这些 常常会呈现在他的解经讲道里 甚至也有同学 在入学考试的时候说 他对读书一点兴趣也没有 他看到书头就会晕 眼睛就会闭起来 但是上帝呢 让他看见神学和解经 是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他决定要报考 道朔的神学祖 我也忘记他的名字 我也忘了他后来进入哪一组 解经当然 解经当然不是专属于 神学祖的任务 解经绝对不是专属于 神学祖的任务 他其实也不是单单 在言语上的服饰 他不是单单物性上的服饰 事实上 就像每一个人的入学 解经讲道一样 生命的故事在上帝的手中 常常会成为经文诠释的一部分 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 经文诠释在上帝的手中 也常常会成为塑造生命的故事 解经不只是言语上的事情 张文亮老师 为去非洲宣教的李文斯顿 写了一本书 叫做《深入非洲三万里》 他描述说 李文斯顿口齿不轻 结结巴巴非常的不会讲道 李文斯顿的毕业讲道 重讲了很多次 最后还是过不了 最后他是教会的牧长 为他写信 牧长为他写信说 他虽然没有讲道的恩赐 但是非常的刻苦耐劳 他非常的坚忍 他可以吃得苦 他可以挨得穷 他可以坚持在宣教的环境中 他可以坚持在那里活得下来 他也可以坚持在跨文化的处境中 去解释圣经 去传扬福音的真理 的确 他后来在非洲的医疗宣教当中 他坚持不能只靠先进的医疗技术 来吸引当时落后的非洲百姓 他坚持要传递整全的福音 那既然是这样 对李文斯顿来说 就有一个非常困难的解经任务 其实他有非常多困难的解经任务 详情参阅深入非洲三万里 但是呢 他的确很努力 很有创意的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解经上的困难 例如说什么 求你喜提我 让我像从清晨的水中爬出来的那只水牛 一样的洁白 例如这样 因为他们没看过雪 那其中一个最困难的 那就是传讲福音的核心 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神的爱 这个观念不容易传递 一直到有一天 部落里发生了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就是有一只狮子来了 正常来讲狮子是不会来跟人互动的 因为双方都是危险动物 双方都会保持距离 但是呢 这只狮子来了 所以这是不太寻常的事情 他一直来一直来 一直偷东西吃 造成很多生命财产的损失 甚至有人也受伤 那部落中的人开始动摇 他们觉得是因为他们信了李文斯顿 这个外国人所带来的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当地的恶魔 还有祖先的灵魂都生气了 李文斯顿看见这个状况 他非常担心 他就决定跟他的助手一起来围捕这只狮子 那围捕的过程也是惊心动魄 非常的精彩 请参阅神入非洲三万里 那最后他成功的除灭了那只狮子 感谢主 最后他成功的除灭那只狮子 但是就在那个最惊险的 最 就是千金欲法 最惊险几乎要失败的那一刻 李文斯顿的左肩 还有左胸 大概是这里吧 大概是这个地方 被狮子咬了一口 然后留下了一道很深永远的伤痕 据说总共有七个洞 只差一点 那可以想象这个地方被咬了七个洞 而且是永远的伤痕 那应该是差点就 故事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张文亮老师描述说 在这件事情之后 每当李文斯顿在部落里 传讲耶稣为世人的罪 为世人所受的罪的捆绑 死在十字架上 彰显了神的爱 每当他转讲这样的信息 部落中的百姓 都会不约而同的 望向李文斯顿的左胸 生命的故事 在上帝的手中 往往是经文最好的诠释 这有点像是 所谓一个钢琴家 对一支音乐作品的诠释 当我们在说一个音乐家 一个演奏家 对一支曲子的诠释 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 他用演奏的方式 把这支曲子呈现出来 这是我们所谓 他对这支曲子的诠释 耶稣也常常透过呈现 这样的方式 把神话语的奥秘打开 把信息诠释出来 在路加福音里 耶稣好几次用宴席 用请客吃饭 这样的比喻 来传达天国的信息 因为圣经说 从各族各方 将来会有许多人 来在神的国里 作席吃饭 耶稣也好几次 就真的请人来作席吃饭 当耶稣喂饱五千人的时候 圣经说 他拿起饼和鱼 望着天祝福 就拨开 递给门徒 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跟门徒在一起 吃鱼夜节的晚餐 他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拨开 递给门徒 当耶稣在 一马五四的路上 他也是一样 他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拨开 递给门徒 就是在这个时候 三十一节 就是在这个时候 格留巴和他 同伴的眼睛 就在耶稣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拨开 递给门徒的时候 格留巴和他 同伴的眼睛 就被打开了 照格留巴 他们在三十二节的回想 当他们还没有坐下来吃饭 当他们还走在路上 当耶稣还在为他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他们的心就已经是火热的 但是诠释的过程并没有停在路上 就好像诠释音乐一样 诠释是一种真实的呈现 耶稣用行动 用呈现 为他们打开了神国宴席的奥秘 耶稣用行动 用呈现 打开了他们的眼睛 耶稣更已经用行动 在十字架上 呈现了上帝最终极的心意 并且用复活 呈现了上帝心意的得胜 呈现了经上所说的这些事情 耶稣不只是先知 耶稣是先知传统的高峰 耶稣不只是用言语诠释经文 耶稣的行动和呈现 就是经文的诠释 事实上 耶稣的整个生命 耶稣自己 就是经文的诠释 这的确就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 耶稣对门徒说的 就是经文如何指向他自己 然后他说 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耶稣说的就是经文如何指向他自己 然后他说 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们就是经上所说的这些事情的见证 我们就是耶稣的故事的见证 事实上 耶稣在邀请我们参与 在他的故事里面 当耶稣在姨玛伍斯的路上 遇见格留巴 还有他的同伴的时候 这两个人正悠悠愁愁的困在他们自己的故事里 他们不明白圣经 他们误解了耶稣的故事 所以他们以为他们的故事已经不再有盼望 他们原来的故事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跟随一个胜利的弥赛亚 所以在这个时候 当耶路撒冷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发现他们原来的那个故事 已经不再有盼望 但是耶稣遇见他们的时候 倒也没有直接开讲 耶稣先问他们 耶稣先听他们的故事 耶稣先让他们讲出了他们的故事 而当后来 当耶稣为他们打开圣经 又用行动和呈现 去打开他们的眼睛的时候 他们就明白过来 他们现在明白了圣经 他们现在认出了耶稣 他们重新理解耶稣的故事 特别是重新理解耶稣的死 以及确认他的复活 而这个时候 他们好像突然发现 因为对耶稣故事的重新理解 因为重新理解了耶稣的死 因为确认了他的复活 因为对耶稣故事 有这样一个重新的理解 他们自己的故事 好像也被赋予了新的可能 还有新的盼望 如果这个弥赛亚 不是本来想的那样 如果这个弥赛亚是要受死 如果这个弥赛亚是要复活 如果这个弥赛亚是照 他跟我们所说的 经上所讲的那样 那他们自己的故事 又会怎么样 于是 因为他们发现 有这样新的可能 新的盼望 于是他们就起身 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在那里 他们遇见了其他的门徒 在那里 他们发现其他的门徒 也遇见了主 在那里 他们发现其他的门徒 也都被连上 这个重新理解过的 耶稣的故事 在那里 他们彼此诉说 他们分别遇见 主耶稣的故事 而当他们正彼此诉说的时候 耶稣就亲自出现在他们当中 在36节我们看到 正当他们彼此诉说 他们各自的 他们遇见复活耶稣的那些故事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 同一位耶稣 在不同的人生故事中 已经为个人打开圣经 也为个人打开眼睛 而这一次 这一次主耶稣出现在门徒当中 这是第二次 这是这个故事里的第二次 耶稣在这里 不只为他们打开圣经 也不只为他们打开眼睛 45节耶稣还打开他们的心 这一路上原文说 耶稣为他们打开圣经 打开眼睛 又打开他们的心 耶稣为他们打开心 原文说 那个目的是要使他们 可以真正的明白圣经 以至于他们就是这些 经上所说的事情的见证 所以这条以马五思的道路 这个解经的旅程 一路走到这里 从明白圣经的话 重新理解耶稣的故事 这是耶稣为他们打开圣经 然后到看见耶稣剥饼的行动 看见耶稣的复活 因此他们真的看见耶稣的故事 就是经文的应验 耶稣的故事就是经文的诠释 并且他们还看见耶稣的故事 为他们的故事 带来了新的盼望 这是耶稣为他们打开眼睛 最后一直到这里 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 耶稣打开他们的心 邀请他们成为见证 邀请他们去诉说耶稣的故事 这是一个宣教的邀请 这同时也是一个诠释的邀请 这个邀请是从明白圣经开始的 之前我们看到真正的明白经文 真正的诠释圣经 是解开经文的信息 也是呈现经文的信息 也是体现经文的信息 而四十五节这里 让我们更进一步 看见这场经文诠释之旅的本质 其实诠释神的话语 在本质上不只是打开圣经 也不只是打开眼睛 其实诠释神的话语 在本质上来说是打开心 是参与在耶稣的故事里 因为耶稣的故事就是经文的诠释 就是经文的体现 诠释本身会带领我们进入耶稣的故事里 也唯有参与在耶稣的故事里 才有可能真正的诠释经文 体现经文 因为耶稣的故事就是经文的诠释 就是经文的体现 我在华神当老师 我发现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恩典 就是我们不但有荣幸 听到许多同学的入学讲道 过个几年 我们还会听到许多同一批同学的毕业讲道 然后在这个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会读到许许多多同学的精彩的 所写出来精彩的报告 每一篇报告都有它的个性 每一篇报告都很精彩 每一篇报告都有它的个性 而个性是没有分数的 这听起来有点可惜 每一篇报告都很精彩 因为每一篇报告都有个性 但是个性没有分数 对 有点可惜 但是报告 当然还是有好 有坏 有分数 解经和神学 还是有它非常客观 非常逻辑 非常技术性的一面 这需要我们花心思 花时间 硬着头皮 一点一点 慢慢的去学 但是个性 不在分数里 我也没有资格为个性打分数 在这个每一份带着个性的报告里面 我身为老师有荣幸去阅读每一个独特的生命故事 它跟经文互动的过程 它挣扎着想要明白经文 我读到那个挣扎 它挣扎着想要明白经文 它挣扎着要被经文塑造 它挣扎着要在报告里呈现出经文的信息 它也挣扎着要描绘那一个大的叙事 它挣扎着要描绘出那个宏大叙事 也挣扎着要明白要看见自己如何是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从入学讲道到毕业讲道 从毕业讲道到各位未来服侍的工厂 我常常觉得我在看我女儿和我画出来的那16张画 我常常觉得我在看这些不同作者画出来的画 如何在创造主的手中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 如何在创造主的手中 它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们都已经一同踏上这个全世圣经的旅程 我们都要继续在全世圣经的旅程当中 看见我们自己的故事 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和真正的盼望 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汇聚成一个完整的 最伟大的故事 从忧愁到心里火热 从灰心到有了盼望 从眼睛迷糊到认出它来 从堕落到恩典 从创造到救赎到新的创造 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 这是一个全世的邀请 我们都要去诉说耶稣的故事 用言语也用行动 透过解释 也透过呈现 因为我们都被托付 要去诉说耶稣的故事 这是主耶稣的托付 我们都被托付要去诉说这一个故事 我们的生命也都成为一篇又一篇 诉说耶稣的故事 全世圣经打开神话语的奥秘 这是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这也是耶稣吸引我们所参与的新的生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是你自己的话语 是你自己的道 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你吸引我们来跟随你 你带领我们在你的恩典中 来到这里受装备 一同来学习你话语中的奥秘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的学习 求你也帮助我们带着起初的热情 起初的心智 起初的爱心 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 来诠释你自己的话语 来见证你自己的恩典 愿你每一天引导我们的服事 愿你自己的功建立在我们当中 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